一场大火烧出的命令 男子95%被烧伤 导致皮肤大片脱落 就在汉密尔顿的郊外 藏匿于幽静的邓达斯小镇 2018年的某个夜晚 一对夫妇沉浸在梦乡 突如其来的灾难 毫无预警的降临 火焰如同触怒的野兽 无情的吞噬了一切 男人意识到什么事 四周已是一片火海 他侥幸逃生 却在草坪上一声呼救后陷入昏迷 而他身后的家园 已被熊熊烈火所吞没 这场火灾绝非偶然 他揭开了一连串深藏的秘密 我先来到邓达斯这个社区 他坐落在汉密尔顿以西 锦林安大略湖畔 这层是一座宁静的小镇 如今成了一个居住人口 约二万五千的社区 不少是来自附近 迈克马斯特大学的学子们 他们带来了艺术与文化的气息 使得邓达斯今日风景如画 美食遍地 活力四射 导径纵横交错 小镇的宁静 与大都会的便捷在此交汇 虽然犯罪率不高 但小偷和车辆迫切案件 仍旧领见不鲜 然而在2018年7月9日凌晨3点 但那个种下 夜深人静了时刻 温度维持在15度空气中 充满了湿度 使人辗转反侧 那一成年 静谧的邓达斯东北角 有一处名为 格林宁法庭的小地带 在这个时候 整个社区都沉浸在梦乡 然而在这片宁静中 一台家庭安全摄像头 得捉到了一些异常的画面 一个人影在街上 焦急徘徊 随后说几道短暂的闪光 那人影最终消失在 格林宁法庭8号的方向 那里是艾伦和卡纳卢瑟 福德夫妇的住所 他们各自带着 前次婚姻的孩子 组成了一个幸福的家庭 当那个神秘的黑影潜入他们的家中 他们让在甜美的梦境中 卧室门无声地被推开 大火机由悄然倒在地板上 紧接着 一根点燃的火柴被投入 一切在瞬间爆发 火焰瞬间点燃整个卧室 将地板 墙壁 天花板 全都吞没 艾伦惊醒于火海 他奔向卧室门 却发现 门挤闭不开 藏佛又不可见的力量 在门外阻挠他的逃生 窗户成了他的唯一出路 他跳出窗外 坠落在潮湿的草地上 却未意识到自己已是满身烧伤 鲜血淋漓 但试图返回 拯救困于火海的妻子卡拉 但后门同样被锁死 也反复尝试破窗而入 却无法成功 转到屋前 拼尽全力想要进入 但火势已蔓延 整座房屋陷入火海 到无法接近卡拉 无法通往妻子的方向 他发现两只夹犬 一只逃了出来 另一只则蜷缩出柜中 畏惧不已 赖伦无奈离开了燃烧的家园 他身上95%的皮肤 遭受了二级伤伤 但他仍登转了来到邻居家 请求打911报警 后来他的邻居描述说 这时的他赤身裸体 皮肤大片脱落 消防员们只得控制火势 直到他自行熄灭 得拉下落不明 最终只能通过牙齿记录 确定他的身份 泰伦送往医院 但因烧伤过于严重 在火灾后 约12小时去世 不过两只狗都奇迹般的生还 而那个神秘身影 却消失在黑夜中 而这个案件 要追溯到1970年 那时卡拉霍姆斯 与理查德泰勒接力 他们年轻气少 未及二十 便步入婚姻的殿堂 卡拉和理查德 予有两次 1976年的李奇 和1980年的克里斯 在这个家庭中 他们享受着满满的爱 快乐成长 与常见的悲惨童年不同 这里充满了温馨和美好 一个快乐的家 一个充满爱的家庭 父母乐于为他们的孩子 李奇和克里斯 做出一切牺牲 立个四口之家 在1981年 搬进了格林宁法庭8号的房子 这是一个风景宜人的社区 利利斯回忆到那里宛如梦境般理想 孩子们不行去上学 在格罗峰墓地 滑石桥 与邻居的孩子们 在球场上满傻之深夜 在那个年代 家家户户的门并不上锁 孩子和大人们一同享受着那份纯净的欢乐 李奇是篮球场上的明星 与克里斯兄弟情深 当两兄弟还在校读书时 卡拉和理查德太勒离了婚 理查德另觅心欢 而卡拉子爱上 定嫁给了他的同事艾伦拉瑟福 两人在迈克马斯特大学医学中心相识相列 终于在2007年结尾联礼 最后他们享受着退休生活 艾伦对环保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甚至带卡拉去邻居家一同看梦孙子们 拉前婚育有两次 艾伦前婚一有两女 克里斯和李奇都在迈克马斯特大学深造 李奇后来成为了一名体育教师 在当地任教 克里斯则成为了脊椎按摩师 并与兄弟共同创建了一家摩开椅子公司 然而当这一切看似风平浪静似的 他们却陷入了母亲和继父 对那个不惜夜晚遭遇的寻门之症 在审刺室里 李奇显得有些紧张 他在警官的引导下坐定 准备开始一次沉重的谈话 李奇回忆着那个凄凉的早晨 在这个压抑的环境中 李奇的心情愈发沉重 他知道接下来必须面对的事实 李奇是一名在学校里 颇受孩子们喜爱的教室 却因为金钱的问题声名浪迹 你的同事们对他的评价并不算好 家长也对他有所保留 在一次蒙特利尔的旅行中 还因为对孩子们疏于照看 而受到批评 他不动于衷的回应 他们又不是我的孩子 这样的言论让他的形象更加不佳 他在不同的学校之间辗转 谣言也像影子一样紧随其后 曾有一次 他谎称患上了一线癌 借此请了几周的假期 然而这只是他众多谎言中的一个 他的爱人伊万杰琳娜 是一个来自希腊的女子 在多伦多大学拥有稳定的工作 尽管明知道李奇手头紧 他还是不得不辞偷腰帮 买下姐姐的订婚戒指 但他的爱意未减 对李奇在金钱上的困境 也支支肾上 实际上李奇的生活 充满了财务上的黑洞 他们没有奢侈的生活 没有赌债或毒品债务 唯一的问题就是债务累累 内查德应该是家中的顶梁柱 负责照看孩子 但他却总是拥有最新款的水果手机 仿佛那些生活中的小摄制品 在不知不觉中积累了起来 他每天早上都去签卖货枕子早餐 这个小习惯几乎让他破产 尽管妻子伊万杰琳娜 对家庭的财务状况一无所知 他甚至没有自己的银行卡 完全相信李奇的话 以为他们有十万元的积蓄 但当债权人开始不断打电话 追讨他们所欠的二万三千美元时 李奇却告诉伊万杰琳娜 那是骗局 随着他们家的网络服务被切断 李奇不得不依赖自己的手机网络 当他不在家时 整个家庭就仿佛于是隔绝 最终 他欠下了二十三点五万美元的债务 甚至被迫与兄弟克里斯 一起制造摩卡椅子来维持升级 尽管这个项目一年只能赚取一万五千元 在这场金钱风波中 李奇的父亲和朋友们也被卷入其中 他总是以各种借口向他们借钱 却从未归还 2018年7月11日 一个应该热闹非凡的希腊之旅 变成了一场悲剧 在火灾中 卡拉和艾伦惨遭分身 艾伦顿提前的话语更是指向了李奇 这场火灾发生 在李奇他们预定飞往希腊的前两天 而伊万杰琳娜和孩子们正在准备着这个梦寐以求的假期 当官在审讯室内试图拼凑起这场悲剧的真相 他逐一审问 试图了解李奇与其他人的关系 询问是否有可能知道是谁人否为 李奇则在询问中显得迷茫 对于拜伦为何会指控他 他也无法给出答案 警官的调查逐渐深入 他们开始追踪李奇的手机 希望能找到案发那晚他的真实妹子 在这段时间里 李奇也在与个人的伤痛做斗争 在一次家中的事故中 他不慎摔伤了膝盖 这几乎让他们的希腊之旅泡汤 他不得不依靠拐杖 但坚持要和家人一起度过这个假期 而在那个夜晚 李奇坚称自己有儿子一起在家中 儿子睡着后 他就独自一人在看恐怖电影 直到他的儿子在两点半的时候醒来 这才把电影停了 因为怕吓到儿子 后来他将孩子抱回床上 安抚他重新入睡 在李奇因为膝盖的伤痛 无法回到楼上 与妻子同睡 只能躺在楼下的寒冷地板上 不在凌晨三点 一段安保摄像头是这录像 打破了宁静 那是在李奇父母 卡拉和艾伦家夫间 捕捉到的画面 我们回到调查这边 艾伦在临终时 留下了一段令人费解的话语 是他做的 那句话 像是一个谜团 牵动了每一个人的心弦 警方也对李奇的父亲 李察德进行了调查 这位伤心的李毅父亲 尽管与李奇关系密切 但证据显示 他当时在家中 不可能是幕后黑手 再对直接的指望 李奇的眼神闪烁 他几乎无法指示对方 我的手 紧紧抓着拐杖 似乎在寻找一些支撑 虽然他坚称自己无辜 但警方很快发现了他在金钱上的困境 陈家人原计划一个月的希腊之旅已经临近 基赵和吕与飞都是家里人出自 但李奇的账户里只剩下了400美元 这个数字动于一个即将长途跋涉 被在希腊度过一个月的人来说 简然是碑是车薪 对是李察德面临着一个两难的竞逼 他需要一个不去希腊的借口 同时又急需一笔现金来解决问题 趁接着在凌晨3点45关 消防部门和警察局的人员赶到现场时 他们发现自己面对着不仅仅是一场火灾 而是一期冷舍的谋害二 也经过四天激烈的调查后 安大略省消防办公室的重案组加入了调查 最终证据指向了这是一起有预谋的纵火事件 卡拉和艾伦卢瑟夫成为了这起悲剧的受害者 而所有的指证都将焦点对于众的李奇 他是这起纵火案中的唯一嫌疑人 因为艾伦在临终前的话暗示了这一点 而且金钱困境成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动机 还要证明这一切都是李奇所为 警方需要的不仅是直觉 他们需要确凿的证据 艾伦的家中无处不有他的DNA 这并不奇怪 毕竟他在这里住了大半辈子 警方开始对李奇进行跟踪 他们注意到李奇的一些行为异常 尤其是他在念谈室里用的拐杖 实际上是不必要的 因为他走路时显然没有问题 但谋害发生后的第二天 李奇在路边停下来 开始寻找可能已经抛弃的证据 比如基尤的评价 警方后来找到了他的妻子伊万捷琳娜 本应在希腊岛上享受阳光的他 现在却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 警方向他透露 艾伦临终前说的话暗示了 是他的丈夫策划了这一切 所以当李奇被告知这一情况时 他爆发了 开始在警察面前大声咆哮 警方在搜李奇的家时 在一张桌子上发现了银行对账单的证据 这些对账单被迅速判定为伪造 李奇用批筒修改了账户余额 试图欺骗妻子 但实际上却满是欺诈 箱单上显示 他们账户里有13万美元 但实际上只有400美元 他打拉去世后 李奇收到了一些遗产 他也没有如实告知妻子 而还将一切留给了自己的孩子们 查拉的部分 就在克里斯和李奇之间分配 在火灾发生后不久 李奇收到了一张将近18000美元的保险支票 这本应事解救他财务困境了雪中送炭 然而这笔钱比他预期的要少 他在一周就花掉了一半 到后他的账户再次出现透支 本来他应该收到的保险金超过了40万美元 但这笔巨额财富他注定不会得到 被审讯室内李奇穿着厚重的夹克 面对着审讯官冷硬的募果 警察的生眼冷静而有力 每个字都像是在记录历史的见证 警方告诉他 这里的一切 每一次呼吸 每一声叹息 都会被音频和视频记录下来 外面的时间或许寒冷 但审讯是温暖 是他无法逃避的真相的温宠 2019年1月下旬 当谋害的罪落实在他身上时 他还在绝望中否认与火灾有任何关系 郑志将嫌疑投向了已经死去的艾伦身上 等讯室内一幕幕录像重放 李奇的谎言被一一揭穿 等他一次又一次质问他 那个走在沟渠里的是谁 李奇的回答开始犹疑不定 这证只能承认那个身影是他 李奇的审判持续了六个星期 法庭上的证据像锋利的刀片 一层层拨开他的谎言 这周李奇被认定犯有一级谋害罪 被盘中身监禁 没有假释的可能性 他的上诉如同一只空门 显得苍白无力 而他所造成的悲剧 已经永远地烙印在家人的心中 一个没有计划的人 一个连续谎言的人 最终只是将一切烧毁 包括他自己的灵魂和良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